台湾大新台湾新光大道 民主党昨天开中职会 党主席蔡英文为她的新年新希望的第二阶段而努力 这次的口号叫做七席全上 7UP 在战世袭 7UP 民进党加油 台湾加油 有一个 卖力的党主席 他的名字 叫蔡小鱼 他有个 坚强的心情 带领民进党 走出谷底 小鱼们 你可知道我们爱你 台湾人民 全都需要你 你的智慧和美丽 在创世袭 最后7UP 到底会不会七席全上 现在是蔡英文最重要的辅选任务 不过在昨天的中职会上面还完成了另外一项任务 昨天中职会对于接下来的直辖市长选举 到底要不要把党员初选放进去 现场分成了党员派跟民调派两大派 最后的妥协方案是呢 采用民调但是提名延到五月 出选全民调 新人都死掉 当时候许天才许市长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很清楚就是说 党的声音你不能忽视掉 你不要党员投票 因为怕法务部这样的问题 那你是不是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容纳党员的声音 难道新人的党员会比现任的更多吗 所以这种思维逻辑 如果说一个要参选直辖市议员的人 没有相当程度可以召开记者会 或者有造势的能力的话 那我想大概也很难在大选当中脱颖而出吗 这是民进党昨天的争执 不过结论是整个提名可能要拖到五月底 民进党要拖到五月底才提名 这个问题来了 那国民党怎么办 要跟着到五月才提名吗 我评论这件事情 也要是要给国民党参考 因为民进党非常精明 这个现在他改的结论 就是跟我当初主张的完全一样 自从我离开以后 民进党有长足的进步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为了人头 为了可以买票 党员投票不要了 而且现在民调的部分 也没有绝对排栏 也没有相对排栏 你看大家都可以 全民民调 你看多厉害 当初设计要杀我的 现在都没有了 我走了以后 那些要干掉我的 那些诡计多端的东西 都没有了 民进党的中列 但是我必须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我觉得民进党的精明 足够让国民党参考 因为这里头不是没有杂音 比如说党员投票派 为什么他们要 建议要党员 自己参选的 如果他的党员多 像许天才 他要党员投票 自己没有参选的 但是他要为这些人讲话 为什么 他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些党员会感念他 说你都没有相对我 还有自己没有参选 但是有党员 而这些党员可以卖的 他当然也要 也是属于党员投票牌 但是这些最后都没有了 为什么 他们里头警告说 就说到说 中指挥决定 中指挥决定的话 就党员代表大会决定 然后就交换意见 现在比如说只采取这个民调 但是你把时间往后延 为谁反对 只有一个人反对 所以陈局反对 为什么 因为陈局跟杨秋心比起来 他领先的 领先的不愿意往后延 因为领先的现在拐下去就好了 那有人说越早才好 因为越早如果不是现任的 他才有时间跑 但是你陈局是现任的 对不对 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跑 但是因为他领先 领先的避免越长梦都 快拐拐好 因为现在往后延的话 杨秋心就有机会上来了 但是我觉得陈局你 大人大量 你事事不需要计较这个 我觉得杨秋心再怎么敢 敢不过他 敢不过他 你这样搬看上了 所以我现在做这个 做这个分析跟结论 给国民党参考 这么有杂音的 这么复杂的东西 最后人家做出一个漂亮的结论 没有分裂 没有要插死 好看头 外面也没能笑 国民党怎么学不来呢 太奇怪了 抄一遍就好啦 抄一遍也改到五月底 把执政非执政倒过来就好啦 执政非执政倒过来 也一样连到五月底 对啊 那这样 胡大哥怎么看 就是民意党现在已经有 这一个很明确的版本出来了 国民党怎么应战 我先谈谁不应战 不可能啦 三个 三个应战四个嘛 我们说2127要世袭 花蓮县 附坤旗除非要 按住小美琴前提这样子 不然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这个新竹民进党是有可能性很大 而且应该是 彭少景 我想的如探导日期 彭少景就值得关注 如果邱靖淳 胡选 胡选这个 郑永棠啊 我要检验说 他的眼泪是嫌的还不嫌的 如果真的嫌的 可能会当选 如果假的话 那彭少景会可能会当选 所以 坦白讲 民进党不是 是有可能 至少他 未来四期里面 他有两到三期 所以国民党其实要非常危险 那民进党其实 他一定会弄到五月 为什么 他看出有希望的时候 他就内部就制约 就会大家 尤其是 大家在观察 国民党内部怎么解决 新北市 看起来三月很难解决的 所以 干脆整个都拖了 往后拖了 我想陈具也会顾前大局 因为他不敢再过度 呛一下就好了 我倒想谈一下 刚刚那个CEO的一千大 当然 CEO它是有指标作用的 它是管理者 那你想想看 也许这个问卷是有粗糙 但是我只讲一个观念就好了 总统实际上是英译 President 我们也叫总裁 公司总裁 President的原因就是坐在前面 如果总统不在前三名 而在倒数第二名 那事情拖掉 左后面 我坦白讲 要坐在前面结果后段班了 包括在院长部长后面 我想财政部长李肃德 很简单就是 牵涉到税一定有关系 第二次 我听到企业家跟他沟通 他喜欢变 跟人家变到底 他就不放而散 可怕在企业界的形象不好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